今年春天 沉寂时长两年半的单机游戏圈 终于迎来了一场集中上菜的盛言 像什么原子之星 霍格沃兹之谊 生化危机寺重置 狂野之星 各路3A大作一锅锋冲向市场 仿佛要测试一下 那些整天喊着电子扬尾的玩家 说的到底是不是真心话 虽说呀 这个新游戏是亮大广宝 但如果我们在各大游戏论坛里面逛一逛 就会发现 在诸多相关的帖子里 都有一个相同的事 被玩家们疯狂吐槽 那就是D加密 是的 2023年 绝大部分新上市的3A游戏 依然在使用D加密 一个在大家口中必大于利 不能防止游戏被破解 甚至还反过来影响正版游戏性能的 反盗版工具 这几年 它不仅没有在铺天盖定的骂声中销声匿迹 反而还把路越走越宽了 甚至还出现了已经上市一年的 幽灵县东京半路加入D加密的奇葩事 游戏公司这么做到底是屠杀 这一切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场关于D加密的声音 想要聊D加密 我们就得从一个概念开始讲起 它就是DRM DRM的全称叫做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它的含义比较丰富 但在今天的多数语境下 指的是 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对数字内容的 非法复制和修改 从而达到保护版权的目的 说白了就是用技术手段 不让你随便把软件从一台设备 拷贝到另一台设备 只不过它不是游戏行业的专属概念 包括视频音乐文档在内的各种数字产品 只要作者想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收益 都得用上DRM 大家常见的DRM应该就是手里的泡面盖 Kindle 把Kindle插到电脑上 会看到里面一本一本标着名字的电子书 看起来好像可以随便复制 可是当你把它复制到另一台Kindle上 却打不开 原因就是亚马逊在电子书中加入了DRM 把电子书同你的设备和账号绑定到一起了 DRM技术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早期市场上出现的DRM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显得有些简陋 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 叫做Menu Lookup DRM手段 在一部名字叫阿拉丁的游戏里 你第一次进入游戏的时候 需要按照屏幕上给出的指示 输入说明书上的地 某页某段某行的某个字母 才能通过正版验证 随后出现的密码盘也是类似 玩家需要根据游戏里的提示 转动一个买游戏盘附带的纸质转盘 来拼凑出通关游戏需要的信息 这些早期的DRM手段 起到了一点点防止盗版的作用 但在那些有点东西的黑客面前 游戏里清晰工整的代码 其实就跟裸奔差不了太多 所以说开发者设计一种DRM 就像搭建一座迷宫 只有把程序写得七弯八拐 才能让关键的部分隐藏得更深 但黑客们搞破解 未必要扯着模线团在迷宫里找路 正常来说 软件开发的时候 开发者会使用一种或几种高级语言 来编写原代码 等软件到了我们手上的时候 可能就被编译成了某种 看不出本来面目的中间代码 再到计算机当中运行的时候 那就只剩下了机器能懂的二进制数字 这其中 不管是DRM程序还是主程序 都会混在一起 汇入一片充满0和1的汪洋大海 但黑客们手上 都有以OD为代表的一系列逆向工程工具 它们具备反汇编的功能 能把这对0跟1 还原成人能理解的汇编语言 还能让程序在OD的环境下 逐步运行下去 方便使用者观察分析程序的行为 如此一来 当没有权限的黑客 尝试进行身份验证 然后被DRM拦下来的时候 它们就能方便地看清 到底是谁跑去报信 又是谁给你发送窗口请求互动的 找到了这些关键指令的位置 黑客们就有办法修改代码 绕过它们 或者直接让它们跳转到 验证成功的位置 这就是所谓的暴力破解 相当于 别人考虑了半天 怎么设计更复杂的迷宫路线和机关 你直接把人家墙拆了 当然 磨高一尺道高一丈 一方面 DRM不断发展进步 单单针对刚说的OD工具 就有反OD反调式模块 像什么常用按键检测 数字签名检测之类的 但另一方面 在盗版市场潜在的巨大利益 以及解开DRM谜题的成就感的双重刺激之下 无数藐视世俗的野生天才们 也会对自己的破解工具 做更多的换代更新 你要反我OD 那我就再反你反我OD 这种对抗过程中发生的技术迭代 其实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 而我们今天着重要聊的 正是在这场对决里诞生的一件特殊的产物 D加密 D加密 即Denuvo Anti-Temper 是由奥地利软件公司Denuvo开发的一种反篡改工具 它的独特性在于 它不是针对游戏本身 而是针对游戏里已有的DRM来套娃 进行一层额外的加密 即便他们公司自己不承认 但从概念上归类 D加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DRM 这种加密方式难搞的地方在哪呢 第一 它会从游戏主程序代码集成起来 直接写入一些非关键功能当中 意思就是 它的防盗版出发点 可能会卧底在游戏的每个存档点 每段过程动画 甚至是敌人的每次攻击当中 这就让破解者定位关键指令的难度大大增加了 同时 各部分的代码 还不是通过调用函数来写的 而是每次都重写一遍 用这种方式写出的代码 代码的利用率不高 也不够整洁 但它却能迫使破解者 只能逐个排查数发点 极大增加工作量 另外 它还对具体游戏的可执行文件 定制了大量的冗余 来混淆那些真正工作的模块 使得这些文件的体积 膨胀了一倍还不止 说白了就是给黄老爷们找了一堆替身 用空间换时间来折磨破解者 除此之外 D加密还检查用户的硬件信息 根据这些信息产生一个通行证 用于在线验证 如果运行游戏的时候 没有找到通行证 或换了硬件 导致通行证不匹配 它就会重新生成一个 但一个用户每24小时 只有5次重新验证的机会 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手段在内的 种种障碍 让D加密几乎成了市面上 最靠谱的游戏DRM 这就让各大游戏厂商 争先恐后地导向了他们的阵营 据国外网站统计 自从14年 Eden在FIFA15当中 第一次使用D加密以来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超过260款PC游戏 应用了D加密 其中包括诸多 我们二叔能详的3A大作 卡普空 Eden和玉璧等大厂 更是长期同DeNuo合作 今天 厂商们拥抱D加密的步伐 还在越来越快 看上去 D加密似乎很好地保护了 厂商 开发者 和正版玩家们的利益 自己也在游戏DRM的终极形态 这条大路上高歌猛进 然而 看着这些论坛上的评论和反馈 你就会发现 有相当大的玩家群体 特别是正版玩家 对D加密怨声载道 原因主要是两个 第一 虽然D加密 号称是最强反盗版工具 但它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 阻绝盗版 虽然它难破 但人外有天 总是会有那么一两个技术大神 就是要憋着劲干你 比如 经常关注单机游戏的朋友们 应该听过一个叫做 Impressed破解者 这位姐姐认为 D加密等同于一切邪恶的源头 于是 从2019年前后 就开始了针对D加密的定向爆破 到今天为止 拿下的D加密游戏 已经有数十款 而且一出手 就是什么刺客信条 生化危机 这样的大买卖 就在今年春天 霍格沃茨之仪发售之前 他还给发行商华纳兄弟下了一封战书 警告对面不要白费力气 给游戏上D加密 否则就要十天之内破解这款游戏 而且他还真就说到做到了 D加密不能完全防盗版 这只是玩家不满的原因之一 其二 也是更让人无法接受的一点在于 D加密这种东西 竟然还能让正版游戏掉针卡顿 甚至干脆无法运行 让玩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正版受害者 如果你去玩盗版 反而还没这事 举个例子 这是外网大佬做的生化危机村庄 正版跟破解版的时机测试对比 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 在移动和地图加载的过程当中 正版这边会有极其明显的掉针 而盗版这边则不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有人去扒了 原因在于D加密会占用CPU的线程资源 从而导致依赖CPU的加载过程变得不稳定 加载时间也会大幅延长 另外视频当中演示的敌人的攻击动作 也被认为是集成了D加密和卡普空自己的DM进去 这些玩意儿在工作的时候会给CPU造成压力 所以触发这段动画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卡顿 虽然玩盗版也不是没有代价 比如破解版移除D加密的时候 连带着连游戏的一部分功能也删除掉了 因而上面这种游戏方式 在破解版当中就看不到了 但架不住人家流畅呀 前面咱们也聊到 生怀危机村庄在发售两个月之后就有了破解版 但直到发售700多天以后 卡普空才将D加密正式移除 这期间就有不少正版玩家 因为上面提到的性能问题 被迫买正玩盗 双重受害 所以说了这么多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终极问题 既然D加密不能完全遏制盗版 又让正版玩家骂声一片 为何厂商还是心甘情愿为此掏钱呢 除了D加密要保护正版游戏 真就没什么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法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句话非常精辟啊 防盗版不是技术问题 而是成本问题 厂商们选择D加密的理由非常简单 在游戏发售前几个月的关键期 假如没有D加密的保护 盗版带来的损失 可比买D加密的成本大多了 我们先来看看 给游戏引入D加密需要花多少钱 2020年 德国游戏开发商Critic 被泄露的一份文件显示 要为其作品孤岛危机重制版 引入D加密保护 需要在第一年支付14万欧元 此后每个月要支付2000欧来续约 被保护的作品 在30天内激活超过50万次的话 还要支付6万欧的额外费用 除此之外 该游戏作品每上架一个平台 还需要再付1万欧 这些数字听起来不小是吧 你得看跟谁比 我们查看了某个知名盗版网站 给出的数据 其中 孤岛危机重制版的D加密 被破解了之后 在该网站上被下载了大约40万次 我们保守一点 假设其中有1%的人 会在没有破解版的时候 选择购买正版 那就是大约4000人 按孤岛危机Steam各需售价的中间值 15欧元来算 光是这一个盗版站 Critic遭受的盗版损失 就会达到6万欧元 而既然是盗版网站 显然不止这一个 比如还有 这个 这个 况且 孤岛危机重制版的D加密 是在游戏发售32天之后 才被破解的 不难想象 在热度最高的游戏发售初期 如果游戏没有保护 那盗版带来的损失 只会更多 对于一些更加出名的作品而言 损失还会更大 霍格沃茨之谊的D加密 十几天就遭到破解 而短短两个月 盗版下载量 就达到了50万次 按照前面的方法 估算损失 有26万欧元 前面提到的 生化危机村庄的 盗版下载量 是98万次 估算损失 大约是32万欧元 而没有引入D加密 首发及破解的 幽灵线东京 被下载量有267万次 估算损失 56万欧元 同样 首发及破解的 爱尔登法官 被下载量有451万次 损失则达到了162万欧元 不难看出 对于那些 有些体谅 而又寻求稳妥的 大众厂商而言 想要保证初期销量 减少损失 丢个D加密进去 就是个便宜省心 恒乐不为的选择 但是玩家们不禁要追问 如果不是 万代南梦工那样的 老牌发行商 也非宫崎英高那样 爆款流水线的制作人 那些没能爆火的游戏作品 难道只剩D加密 一条路可走了吗 前年 法国独立制作组Amplitude 计划在其开发的人类当中 加入D加密 但却因此收到了 粉丝的抱怨 比如 这位粉丝在论坛当中表示 我理解开发商 为什么需要使用D加密 但至少 官方正式移除D加密之前 我并不想入手这款游戏 这一篇帖子 在几天之内 就引起了上百条的讨论 考虑再三 他们最终决定 听取粉丝意见 放弃在这款游戏当中 使用D加密 受宠若惊的粉丝 因此对这款游戏 大加称赞 而人类也并未因取消D加密 而蒙受太多损失 甚至还在2021年8月的第三周 登上了Steam销量榜首 每次刷到D加密 乃至DRM的相关消息的时候 总会在评论区 看到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论辩 反对者的态度 其实很明确 总结起来一点 就是 优质的内容和真诚的态度 或许不能防止盗版的发生 却能激励更多人支持正版 并因此取得更大的回报 巫师系列的开发商 因为彻底放弃给游戏上加密 而被国内玩家爱称为波兰蠢驴的游戏公司 CDPR也曾经这样表示 我们不相信DRM数字认证有什么意义 因为我们作为玩家 痛恨DRM 如果一个玩家想玩盗版 他想方设法一定能玩到 但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玩家 没有什么能阻止你购买游戏 不能否认 在反对盗版这方面 还是有不少玩家和厂商 愿意真心换真心 但很可惜 更多的时候 现实并不总那么非黑即白 而是处于一种相对拧巴的状态 比如去年有消息称 任天堂掌机Switch 可能会引入D加密 当时许多用户强烈反对 毕竟NS性能有限 上个D加密 可能就不堪重负了 然而 今年5月初 塞尔达传说 王国之类的偷跑事件当中 盗版贩子和偷跑玩家 在网络上的猖狂言论 又让正版玩家 跟他们视同水火 结果就是 正版玩家一边责怪任天堂 无所作为 一边又担心他真胜D加密 在二者之间左右为难 至于任天堂们 在一次次的危机事件之后 究竟会做何选择 我们无法预测 不过 早在2021年 人类发售之时 就有玩家预言 人类放弃了D加密 而人类依然会使用D加密 是的 至少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 真正的万恶之源 盗版依然会继续存在 所以D加密们 也依然会和玩家们的游戏人生 继续纠缠下去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能让你有所收获的话 欢迎点赞收藏 留个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